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今天回来直播的时间 来到就是发达广场的环节 而我们的嘉宾也换了是我们的分析员 谭士乐安来 安来你好 谭士乐你好 这一节和大家跟进一下市场的状况 先看看恒指方面的表现 现在跌至五百多点 跌至五百六十五点 现在恒指做二万零四百二十点 跌幅是2.72% 成交方面五百七十二亿 国企指数跌至二百九十六点 做着九千二百九十点 职业期节方面跌至五百八十三点 做着二万零三百六十点 跌至五十八点 成交量方面已经接近百万多张 先问回港股方面的情况 看到跌幅好像是夸张了 今天跌那么多 其实原因是什么 是否真的在汇丰PMI方面 做得比较差 A股方面做得差 年代行资方面都没什么运行 对了 没错 今天讲整体现的跌幅 都较预期为大 第一是在讲汇丰PMI初值 六月份整体现 六月份的初值做得相对比较差 跌至九个月来的低位 始终这方面都反映到内地的制造业 进一步恶化 其实因为最主要看回 整体现而五月份的数据都见到 内地无论是固定投资或者零售方面 仍然表现做得不太好 出入口数据都做得相对比较差 都反映了 无论出口或者入口量方面 我相信短期讲很难有一个大改善 第三就是看回 整体现一个PPI 看到整体现的跌势非常之夸张 所以你看到未来来说 工业的活动情况 始终仍然会转差 最值得留意就是说银根的问题 特别说在六月份开始见到 银行同业拆息有个明显上升的迹象 看回上海银行同业拆息 无论是一个月或者一些较长的年期都好 看到整体现有个大上升的趋势 都反映着一些工厂、工业等等 其实如果现阶段来说 要借贷去进行发展或者采购等等 是进一步困难的 所以你说整体现 六月份的汇丰 整体现的6月份PMI制造业 整体现真的应该没什么运客 这方面都反映到内地的经济进一步转差 这方面担心未来来说出的数据 说第二季GDP等等 应该都会令市场失望 但是你说港股方面 特别留意跌势 说真的非常之夸张 我想主要原因第一 说A股真的做得相对比较差 第二就是市场 都在担心联储局 在昨晚公布的议息结果当中 都提及到回来会慢慢去退市 或者减回买借规模 或者提及到什么时候会停回买借计划 相关的因素都带动到整体现股市下跌 但是看回第一 其实后市我自己看回 相对地真的不会看得太差 主要是说A股方面 虽然跌了这么多 但是我相信往后来说 第一中央的目标 将会仍然维持着经济增长7% 所以今年来说 没错经济增长可能都是有机会放缩 但是放缩的速度 对比过往的纪念来说 相信会有个大幅改善的迹象 即是说未来来说 经济放缩我相信会不足0.5% 所以其实影响性实质势 真的没有太大 而且经过今年来说 经济改革等等的因素 淘汰部分的产能过程等等的行业 其实整个经济长远发展来说更加健康 第二就是说美联缘局退市 始终说退市的确是会持续的 迟早都会发生 但是近期来说 调整的幅度真的非常之大 我相信相关的因素都反映到七七八八 因为你看回恒指的技术走势 看到近期来说跌势是非常之急 由22000点这些位置 短短在这两三个礼拜里 已经跌到差不多接近现阶段 20400点这些水平 其实看回一条横行区间的线 即是说在去年9月份开始 都跌穿了这个区间 其实9月份中那段时间 恒指列口升开了上来 就是说在联储局那时候 宣布推出新的GMQE计划等等 其实见到现阶段都跌到这个水平 我相信所以说 退市等等的利担因素都反映到七七八八 未来只要A股往后跌势 有个存定的迹象 我觉得恒指都有条件做个反弹 不过你说由跟技术走势看回 始终刚刚跌穿了这个上升列口的顶部 未来来有机会调整底部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吸纳的投资者 可以考虑回落到这个低位 2万点的关后 再作一个吸纳的部署 好,谢谢安来 说完港股方面的表现 和大家跟进一下个别股份 昨天有消息说到 全环岛方面的负存突破了七百万吨之后 整个煤炭板块都在捱固 今天来说跟随着大市有个跌势 进一步就是收压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整个板块的最新表现 中日神说现在做22.2 跌超过30% 染州煤也跌接近3% 做6.27 中煤能源4.36 跌6.6 跌幅超过3% 行顶1.63 跌接近2% 首降资源2.57 跌接近4% 先问回你安来 煤炭股方面继续要跑输 说到负存来说 依然都是高企 其实煤价方面继续要跌 最新报告来说 都见到每吨煤炭的价格来说 都是607元 其实是人民币 比上一个报告来说 跌了3元 先问回你 煤炭价格你怎样看? 整个板块的走势你又怎样看? 论跌幅看回内地方面 动力煤的价格 其实跌小 主要是非常急 跟股价的相比上来 看到的确 煤炭价格的跌幅 的确没有股价跌得那么多 但是你说整体现了 煤炭价格仍然有下行趋势 主要原因之前提及到 第一 说到负存量 仍然是处于较高的水平 就算接近去到夏天 旺季等等这些日子 我相信很难会带动负存量 由高位回落 因为始终说 第一 虽然社会发电能力上升得非常小 但是你说看电企等等的负存 仍然是一些较高的水平 未来来说 我相信它们不会需要出现 搶煤等等的现象 所以煤炭价格 应该未来来说 甚至说这一年都会供过于求 所以这方面都会令到价格持续走低 所以说整个煤炭行业来说 今年来说 应该会是相对比较差的行业 因为产能过程等等的因素 直接影响着相关的行业 始终看到过往几年 煤炭价格升得非常之激 令到很多企业去从事这个行业 始终令到煤炭的开采量 都是大过市场的需求量 所以未来来说 炒量过程这些因素 我相信很难短期内能够解决 所以就算说煤炭股 好像中国神话 由高位到下来回积跌幅 都接近差不多三四成左右 但是你说跌势能不能够短期内存定 我相信是有困难在 所以有货的投资者都建议 接回指示位 如果再进一步跌穿52周低位 就是22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都要考虑先行自己指示里场 好,谢谢Arnold 这节时间差不多了 我先和Arnold做个申报 提及个股份自己有没有持有的 是,没有持有的 谢谢Arnold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换来另一位主持人 和大家继续跟进市况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继续有《要除彩经台》的直播时间 大梅 大梅